小許,再來吧 十五 二三 再來吧 三 再來吧 再來吧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耳機是音樂人 我是古老明 我是小許 為何說再來呢? 沒錯,我們這次再來 One more 再給我一個 One more 很難的 的確是再來 因為我們上次介紹了兩款 所謂運動的 開放式藍牙耳機 這次我們也坐定了 既然上次這麼辛苦 One more 這個機一定要說 因為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正在用的藍牙耳機 我常常掛在口邊說 最喜歡的藍牙耳機 都是One more 他就是這一隻 One more evil 阿明快要代言 對,我比周董厲害 對 當然,上次說到 我這個肥仔沒有做運動 一定要買一些東西 我為人就是 鼓勵自己打球 就是買籃球鞋 買籃球鞋 對 鼓勵自己跳繩 買一條超漂亮的繩 就是gear 不是買漂亮的波褲嗎 波褲也是 買漂亮的底褲 對 上次說過一些藍牙開放式的耳機 因為我那次說過跳繩的rhythm 要聽到 我明白 很喜歡聽啪啪啪的聲音 對,你也要啪啪聲 對 沒有啪啪聲很怪 對 上次試過良款 今次One more有 我覺得我一定要試 因為我對這個牌子 是因為One more evil 我對它另眼相看之餘 我無緣無故成為了小粉絲 即是它出了什麼 我都覺得是OK 它之前的Solofo 那隻大耳酒都不一樣 對 那隻OK One more有很多不同產品 它的性價比也很好 聲音方面也很好 小許 我們這兩款是有什麼分別的 今次One more fleet 就有S30和S50 其實兩款有高低摩導之分 已經推出了 One more S30 這次看它的外觀設計很漂亮 打開後看它的外觀很細小 外觀又很流線 這個Size 我覺得在女生方面 做運動大 也很方便 OK 而S50 我覺得它這隻 就形容了很多 就是一個很有機械感的設計 它長一點 但它長一點的設計 其實又做了一點設計 在裡面 它這個看到有一個Tip 是平頭式的罩 就好像很安全的 你戴上去 它這個設計 就做了一個膠位 讓你可以換 不同Size 你戴上去 你戴上去 就有一個好像入耳的感覺 所以你戴上去 就不會有 難道這就是真正的0.01 0.01 很安全的一部 你戴上去 戴上去 就感覺很穩固 很多完全不會搖的感覺 所以它的設計也挺有趣 而且它這個罩的設計 也做了一個指向性 它的聲音 就會直接指向我們的耳朵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它的防隔音功 防隔音 什麼防隔音 它不是開放式嗎 它開放式就是 它做了這個罩之後 我們聽到旁邊的聲音 就會沒有那麼大聲 我明白 就是對外的旅遊 對外的旅遊 我明白 而OneMore 它都出了名 好聲 之餘最有名的 它的價錢是離譜地便宜的 它又會很喜歡 放不同的新技術 在它裡面 譬如我之前用這款EVO 其實它的規格 我覺得已經是匹配外 很多很旗艦的規格 但是售價也很便宜 不知道這款是否又是這樣 小開 這次的售價 S30不用500 這麼便宜 而它的S50是1000也不用 即是再來 再一次令大家跌眼鏡 或者想做運動的朋友 都可以很容易買到它 但是會跌眼鏡 這些耳機都不會跌 對 對 它S30是一個雷轉石動圈的單元震膜 而它S50也是一樣雷轉石動圈的單元震膜 但是它一個溫摩華的升學設計 在驅動力方面高了40% 哦 那應該就 我預計S50應該會好聽 正常 應該都會好聽一點 它這兩隻 藍牙方面都行為藍牙5.3 有一個很新的制式 這隻就是IPX5的防水 這隻就是IPX7的防水 所以做運動你有行 就算下雨也不用擔心 而材質方面 其實兩隻的材質都有點不同 它S30的耳掛物料是用了TPEE的一種物料 就叫做熱素性聚脂彈性體 嘩這麼複雜 又稱之為聚脂橡膠 也是一些彈性的 而它S50就用了這個耳掛道 就有這個記憶的鋼線 再加上液態龜膠去做 所以戴上耳朵就會比較親和 看這個樣子也很大一點 都說了一輪 快點讓我試試 會不會有這種Evil的感覺 阿明剛才看到你很高興 我叫你也聽不到 我要測試一下它 究竟是否可以 我覺得這個S50 我是在這個類型的耳機裡面 我聽過我覺得我自己最喜歡 這個給我的感覺 是完全不像 那些開放的耳機 但聽起來很舒服 我想是多了它 那顆的帶進去 令到音樂好聽很多 因為終於真的像是一隻耳機 那些之前好像是 沒有那麼擴散開它 對,沒有那麼擴散開它 我覺得是樂器 甚至是人聲表現 以及我自己覺得 和Bass都不錯 不過相對地 就是因為它可能聽歌的好 我覺得它就沒有了 之前那些那麼開放 相對地可能是S30 它會真的開放一點 如果絕對是需要聽到外界的聲音為主 音質不是那麼 是你第一的關鍵 我覺得S30會比較好 但S50的聲音真的挺刺激 我剛才很享受 我叫它也沒有反應 對 因為我很陶醉 我剛剛出了新歌的朋友 她叫Lily Forrest 大家都知道她叫木子 她剛剛出了個人新曲 都一段時間沒有出歌 她叫Lines 真的很好聽 我覺得你如果就這樣給一個人聽 你跟她說這個是外國的藝人 你絕對會覺得她是 因為這首歌是由人聲為主 有少許樂器聲在後面 用這個S50聽 人聲都很淺 我覺得是很好聽的 而且不知為何這個S50給我的感覺 是很舒服 即是在家裡的時候 不會有一種戴著耳機 塞進耳朵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你之前的運動 都會感覺到夾著耳朵 她不知是否因為有粒滴 感覺好像凌空懸浮了 如果你的耳機 它實在有一個東西觸碰著你的耳朵 對,而且是好聽的 因為又觸碰了耳朵 它又不算了 即是十分開放 但你叫我選擇 我都會選擇這隻 雖然說它不是開放 但其實都會聽到 它都可以開放 因為它還有不同尺寸的耳朵 還有一個沒有套的尺寸 也有 我覺得連歌中間 Intelute 其實它有一個位置 是有段木結他 反而用它聽 可能比起我之前 有些耳機好像還會出現 那一段木結他 這真是令阿明改觀 我真的永遠都會有些驚喜 S30相對驚喜少一點 就像我們之前試過的開放式 但也要賺的 就是真的沒有連過 那部機器掀開 按一顆按鍵 已經配合到 接著放下去已經是順暢 光速配合了 這很重要 因為有些機器永遠都是配合 有些機器永遠都會配合 然後配合不到 配合就失敗 那些就收工後 休息一下 配戴方面 我覺得S50很舒服 可能一分錢一分貨 小虛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兩隻 其實跟阿明都很好的 因為它S50 首先它的配戴感 是真的出色很多 因為它加上它的耳掛 以及它的耳掛 半個小時左右 我感覺到有少許感覺 真的要脫一脫出來 所以我覺得它們兩個 在物料設計方面 都有不同的安排 值得阿明說 一分次一分貨 其實貴了一倍的價錢 這兩隻 其實我前陣子也玩了一陣子 收到那隻機器 當然知道她做運動 就跟老婆去了碼頭那邊 她也做夜晚運動 對 晚上就在碼頭那邊 就踩滑板車 踩單車 立即試一下 功能方面都做得很好 一來它的通話 我覺得做得很好 因為它每款 兩款都每邊獨立 都有兩支咪 我也沒有試過通話 你試過是怎樣 它說電話方面 它收得很清 因為我跟老婆一人一隻在玩 這樣就打給她 又打給我 這樣試過兩隻的通話 清的 因為我們踩單車 和滑板車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風聲 WhatsApp錄音方面 一樣以往都是錄得這麼好的 即是你帶著它 就這樣說WhatsApp錄音 都不潛水 都很清晰 因為它通話 兩隻都有一個ENC的降噪 而50 它就再多一個AI的演算法 所以50它的降噪 會再多一個30% 那好像EVON 比EVOL 可能EVOL有一個太小顆 在耳朵上 我看來它藍牙耳機真的很強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它會出EVOL的第二代 但它兩隻在音樂上都很好 其實S30 因為它沒有那個低音 它的聲音感覺會比較抗 但它在Apps裡面 其實它也有Apps玩 因為它也很方便 如果你有EVOL 這兩隻都會對應EVOL的Apps 就有一個自定義的EQ模式 你覺得不夠聲音又可以調整一下 而50 50也有點騙心 即是它的Apps裡面的 教音效模式 有12個選擇給你 有12個 在不同的環境 你真的可以隨意轉換 而它的藍牙方面 我覺得到Youtube看片都很爽 因為我也有用它來看演唱會 50裡面的Apps有一個娛樂模式 有一個低延時 我試過開了去到 看了它的口型是追得很接近 所以我覺得它在Apps方面 也做得很有心思 即是One More的很厲害 由EVOL那時已經知道 即是本身這隻手機 就這樣拆開得很便宜 但有了App 它的App是超多東西教 很瘋癲 價錢又不貴 有這樣的效果 有這樣的質素 而且它的調音方面 真的做了很多的心機 即是它找了隔林美長大師 又走了一齊調整 可能就是它的好聲的原因 其實老實說 這些耳機就不是很適合音樂人用 不過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都適合鼓手 因為有時候鼓手想聽真聲 但你又要聽東西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隻 音樂人都需要做運動 沒錯 我絕對需要做運動 而且它很多東西都照顧得很好 它電方面都做得很好 它兩隻都平均用到30小時 One More是可以的 我這隻EVOL好像不需要充電 反而AirPods Pro瘋狂無電 快一點 真的快一點 希望我們之後有再來的耳機 One More 再來一個正的耳機 期待我們再來一個正的耳機 再來 來吧 暗熱回去 今晚跳繩2000下 好2000下 Easy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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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